希科·问纳市华人协会于5月19日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年会,吸引了众多社区成员的参与和支持,作为一个致力于服务社区,促进和谐的非盈利组织,希科·问纳市华人协会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斐然的成绩,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区做出了重要贡献,请看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。 协会成立以来,在市议员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,以及全体理事们的紧密合作下,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。 这些活动涵盖文化、教育、医疗讲座和慈善募捐等多个方面,不仅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活,还大大增强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凝聚力。 每年的春节庆典和中秋节活动,吸引了数千名社区居民参与,已经成为市内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世。 在年会上,希科·问纳市华人协会会长李慧琼、Sofia Lee特别提到,协会除了组织各种活动,还特别关注社区教育和青少年发展,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。 今天是我们West Covina的华鞋第六届的年会,特别的兴奋。 我们这个会已经成立六年来,为社区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,像每年的我们的这个新春晚会啊, 还有这个叫做中秋节的这个游园会,还有很多这些讲座,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市民的很大的认同。 我觉得我们这个协会就是,全体的理事呢,心也很齐,其实我们在这个市政厅,市议员们的这个帮助下,我们一直是走在前面,哪怕是疫情的这三四年, 我们也一直是捐物资,到医院去探望这些病人,还有经常举办老人的这些活动。 所有的这些,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都会汇总,这个大家都会觉得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团结的,非常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社区,也是非常有进取心的这样的一个协会。 希望今年的第六届的年会继续成功,谢谢大家。 大家好,我是Tony,Wescovina,Mail Proton,今天很荣幸来参加我们2024年第六届的华鞋的大的盛会。 那我们的华人协会在Wescovina是冰墙马撞,做了非常多的盛事, 尤其像去年办的那个中秋节目,中秋园游会,我们来了大概五六千人,那2021年办了Spring Festival,春节园游会,来了上万人,在我们的Sportplan,表示说我们的华人协会在我们的都市参加了整个的公益,也都做了很多的事情,把我们的华人地位完全提高,所以我鼓励大家参加华人协会,参加政治,一定要投票,参加公益,这是我们的, 我们的城市,这是我们的家乡,我们必须要投入,把我们的权利拿回来,就像我一样,努力地做,大家都看得见,把我们都市治理得很好,同时我们华人大家的团结,把我们的社区真正日上更会的美好,谢谢各位。 协会对本地中学生合唱团、乐团、青年电影创作及教育等项目,给予了积极支持和赞助,受到社区广泛好评。 在社区服务方面,华人协会一直走在关怀弱势群体的前列,特别是在疫情期间,Tony吴市长亲力亲为,冲在第一线,每天奔波于各医院和老人中心之间,发起多次捐赠活动,向医院和一线工作人员提供大量防护物资和生活必需品,成为市民心中的抗议英雄。 李慧雄会长在致辞中特别感谢前任会长James苏先生的辛勤付出和努力,为协会的发展与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他表示,西科文大士华人协会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,离不开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和奉献。 本次年会还进行了抽奖活动,奖品包括焚酒等。 年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,李慧雄会长感谢所有道场嘉宾和社区成员的支持,表示西科文大士华人协会将继续努力,为社区的发展和繁荣,贡献更多力量。 展望未来,西科文大士华人协会将继续发扬和谐,共检美好的理念,坚持服务社区的宗旨,不断创新和改进,更好的服务社区居民。 同时,将加强与其他社区组织的合作,共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西科文大士,美西电视台,今日头条找健康频道联合报道。